我们来看看这手牌 这手牌曹瑞拿到QK 被后面筹码领先者的AK所压制 Rechard羊本来刚开始就100多万的筹码 现在打到了660万 他100多万那会儿别人都是八九百万 现在打到了筹码第二名 好那会儿是178万 这里边AK瑞斯 曹瑞呢 曹瑞看会不会尽啊 选择尽是吧 他三人桌也不太信任 你有很强的牌 但对方真的是很强的牌啊 这把要单发出一张K 曹瑞还蛮危险的 看翻牌 结果发出两张Q 这没有Q的正好啊 命中了敌人 命中了这个牌啊 曹瑞这个Q 击中了翻牌面 没有QY 50万 看曹瑞怎么选择啊 一般而言就是尽一枪 ABB面我也不信你中牌尽一枪 假装是这样什么 因为ABB面靠一枪很正常 这里边曹瑞直接打了一个瑞斯 这里边AK会不会觉得曹瑞是在偷他 利用ABB面玩一下曹瑞 选择拆个瑞斯 去偷他 这个瑞斯AK也不一定信的 两个人单条发出两张Q 万一正好手里边我这张Q 我信你吗 我不信你啊 我选择call啊 那我们来看看转牌发出什么 发一张8啊 这68都是偏向于空气牌的 曹瑞这里边 看 奥林有点 也不是不行啊 虽然对方有很大的气牌率 就演抢力了抵持眼到底 但奥林应该跟不跟不动啊 奥林可能不太好 奥林对方应该跟不动 看曹瑞下一个167万5千 那AK现在要不要相信曹瑞 中牌 局面并没有什么改变 但曹瑞一直在下注 这驻马下的合牌正好奥林了 这时候 他就不是call这一条街的问题啊 他这一call就是和奥林其实区别 他call和奥林的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啊 他这时候再call合牌 他很难跑了就 如果再发出一张空气一些的牌啊 比如说什么9啊10啊是吧 这样的牌 发出一张勾 也没有那么危险啊 反正有点危险 但是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危险啊 这张勾发出来 这把这AK抓鸡啊 抓枪口上了 这时候放弃了嘛 他这手牌打的还蛮奇怪的 打的还挺奇怪的 按我的而言 他转牌如果call了 他合牌就不太容易跑了 你知道吗 跟了那么多 完之后250万还多少熬出来 怕是这么大一个底石跑了 他这个打的挺奇怪的 你知道吧 在我看来真的是很奇怪啊 他转牌其实那一条街 在我看来是决定 几乎就决定 合牌也是要call的 这么的一个决定啊 他合牌很轻松的跑了 这手牌曹瑞拿到了AQ同色 选择call啊 曹瑞可能想藏一下AQ同色 但后边是AK AK直接要练新鲜也不太好啊 曹瑞说哎 你正好正中我下回了 我是很好的AQ 但你看对方是AK啊 看看胜率啊 57对33啊 其实这个曹瑞这个牌的胜率 还是偏低的 其实短牌里边一般这个胜率一般是比较低的 好像就是你超队 遇见对的跑马好像都有差不多三成的胜率啊 短牌里头 看看这个牌吧 发出Q也发出K了 10 两个人平分 又发出一张Q啊 难道Q是曹瑞的幸运牌吗 这个人本来是筹码第一名啊 有很多的筹码 现在有80%的概率啊 79的概率要被淘汰啊 那这样的AK这个人就被淘汰出局啊 瑞查德洋最后竟然打进了决赛桌啊 旁边是Viking洋啊 瑞查德洋的儿子 在旁边来看啊 看老爹进入了决赛桌 你看瑞查德洋也没看他怎么操作 all in一把之后随便打打 就打到了最后啊 两个人单挑啊 第三名有23万2000欧元的奖金 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的单挑 争夺冠军 瑞查德洋啊 他略是还是比较打的 安提8万 巴特16万 来看看这手牌啊 迪迟现在来到了96万 A8同色对AQ同色 同样啊 这种被压着的牌 这手牌 瑞查德洋是32的胜利 哦 这个牌对两个人都还不错啊 其实这个牌看曹瑞可能更舒服一些啊 毕竟8是个底对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瑞查德洋击中了三条吧 曹瑞接住 也不是接住啊 曹瑞没位置 曹瑞看Vikin阳翻牌没动是吧 合牌 转牌发过张8 这张8 曹瑞可能觉得没有怎么改变局面啊 他选择偷一枪 那瑞查德洋是真的有东西啊 他可能这个瑞斯也是 样一些相关牌是吧 比如石沟的相关牌 就像曹瑞这种牌别再去买了是吧 买顺子啥呢 或者是买花啊 曹瑞这里边不信瑞查德洋的瑞斯 因为这里边曹瑞看起来 这个牌面真的容易出现买牌啊 哦 合牌来了一张 黑桃A啊 这里边这张A 曹瑞还有可能再支付一枪啊 而且这里边曹瑞也是两对啊 比如别人是石沟什么的两对 曹瑞是不怕的 一百七十万的下注 这里边不好跑的这个牌感觉啊 会有点担心花 我又不太信对方中八啊 顺子 顺子九 七九的顺子肯定不行啊 九 八九十九Q的顺子也不太让人相信啊 花其实也不太让人相信啊 这是个翻牌前瑞斯的地尺 其实这牌可能会尻啊 这牌不好跑 就是曹瑞觉得他输的牌 他都觉得对方不太可能是这种牌啊 对方不太可能是这种牌 是吧 这里边跑不掉 几乎感觉是 你要会督牌的话 像我刚才那么督牌 曹瑞输的牌 都觉得对方不太可能是这种牌啊 所以就要选择高啊 那瑞查德英又赢下这个地尺啊 这个地尺还是挺大的 一会咱们看看筹码量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 双方应该筹码量比较接近了 现在 现在双方的筹码量真的是差不多了 910万对1100万 这手牌两个人都是比较好的手牌啊 瑞斯 瑞查德阳尻 又是瑞查德阳有位置 曹瑞没有位置 尻啊 这牌是钩 接近一点的都会再加注回去的吧 我们来看看翻牌啊 因为曹瑞这个人 其实他起瑞斯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瑞查德阳这个牌顶对买上下顺 曹瑞过牌 瑞查德阳呢 也过牌啊 好 挖出一张Q 曹瑞击中了顶对 40万 靠 是不还买花 来张方片9 同花顺 890勾圈 哦 这个牌发的最后 这个让Q发的 我这么怂吗 瑞查德呀 哈哈哈 不打一枪吗 怕葫芦 或者怕比他更好的顺子 比如10k 这我没有想到啊 没有想到 瑞查德阳最后没有打 有点怂呀 老哥 老哥 这手牌 这手牌 瑞查德阳的牌力很好 曹瑞这69一般啊 但这手牌 曹瑞有位置 哦 咱就说 曹瑞这个人很喜欢瑞斯啊 用96进行瑞斯吗 其实这个咱是不推荐的 96这牌实在是太差了 瑞查德阳也不信曹瑞啊 那这样的我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6 哦 曹瑞击中了一对6 咱这个6太小了是吧 哦 反手 瑞查德阳击中了对A 曹瑞落后了 这时候打啊 曹瑞假装自己有A 也是一个偷鸡啊 但瑞查德阳有A一个秒扣 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合牌 哦 合牌发出一张7啊 曹瑞卡上了这个顺子 6 7 8 9 10 下注120万 567 8 9 反正就是单张成顺啊 瑞查德阳不信曹瑞 那这把输了一个大的地驰啊 比较大的地驰啊 那现在曹瑞筹码 又领先瑞查德阳不守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手牌啊 石狗对A7同色也是一手比较不错的手牌 这个牌 瑞查德阳再一次击中这种顶对买上下顺的是吧 曹瑞先下注20万 瑞查德阳很轻松的尻下来 转牌发出一张9 瑞查德阳下注40万 看看曹瑞什么样的情况 曹瑞啥都没有啊 他倒是有一个卡顺 但是其实这个卡顺也没有那么好 是吧 这里边就是曹瑞用这种不怎么好的牌 直接瑞查德阳就给瑞查德阳打跑了 是吧 这就是松兄牌手对这那种比较稳的牌手 稍微偏弱一点的 就是瑞查德阳 容易剥削这样的牌手啊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 这手牌瑞查德阳拿到K10同色 曹瑞是QQ 曹瑞再次加注到725000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局啊 全是曹瑞在加注啊 这把瑞查德阳受不了了 直接凹链 K10也是不错的牌 但这把牌曹瑞是QQ 瑞查德阳站下来了 看见形式有点不太有力啊 来看看这手牌吧 曹瑞有57%的概率 获得这个25000欧元报名赛最后的冠军 我看旁边那边拿个手机在拍啊 放那个架子上 那个架子不错 到时候拍点视频 要做点直播那种的 拿着这个还挺不错的 看翻牌 这个牌对曹瑞还是不错的 一张黑桃 玩是公盾的牌是吧 10K也不太有什么好发展的方向啊 也不好说 也Q挺好黑桃Q啊 哦 转手发出一张K 哎呦那这样的 曹瑞这手牌要凉了 曹瑞一凉了还剩770万 看何牌 6啊 曹瑞凉了这手牌 那这样的瑞查德阳筹码来到了1280万 曹瑞还剩下770万 位置交换啊 瑞查德阳凭借良好的运气 现在变成了筹码领先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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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